那你來分析一下 所以侯友宜他的臉書粉專罷免侯友宜 那個人數其實也蠻可觀的 有這種可能性嗎 我先講侯友宜現在會不會被罷免的關鍵 取決於他未來的態度 以及他未來只能面對新北市民 侯友宜如果態度還是像在選舉一樣 把市政府當成選舉局系 當成競選總部欺負議員欺負人民 他就會被罷免 可是你看盧秀燕也是做法差不多 但是人家就很成功 兩個有點不太一樣 盧秀燕是非常持贏保態 他在幫忙他這次F4的提名當中 用盡了市府資源 可是他自己沒有衝到第一線 侯友宜自己變成候選人 落跑 史上請假最長 到現在薪水沒有捐 這些事情都會變成他的問題 但是我先講 我們還是願意給侯友宜機會 侯友宜現在回來認真市政了 只要他有認真 我認為新北市民不一定會罷免他 所以我就罷免這一題 完全看他接下來的表現 包含民事會 包含未來他面對人民的態度 可是關鍵是 台中啊 台中現在盧秀燕到底在想什麼 台中 國民黨拿了六席立委 從兩席變成六席 盧秀燕當然有戰功 可是盧秀燕非常善於媒體的操作 所以你想想看喔 桃園 欸 張善政是浮選到六席全上耶 可是沒有人在吹捧張善政 大家都在吹捧盧秀燕 盧秀燕現在在佈什麼局 盧秀燕在佈一個 朱立倫不要下台最好 朱立倫沒有下台 未來一年多其實沒有選舉 朱立倫也沒事幹 朱立倫政治生涯也結束了 可是盧秀燕他選一年多之後的國民黨主席 選上之後直接抄兵2026的地方選舉 因為盧秀燕到時候市長也不用連任了 各地的地方選舉 盧秀燕來點兵點這樣直接來選舉 如果盧秀燕可以抄兵國民黨大勝 順理成章 黨主席御駕清爭 直接選下一屆的總統 盧秀燕的劇本就這麼簡單 就是這樣子 可是他有可能嗎 就是他現在因為還在市長任內 他本來也跟黨的距離 所以一年多的時間 盧秀燕任期也到了這一任的尾聲 而這一任的尾聲之後他拿到黨主席 對他台中市長的滿意度影響已經不大 因為已經最後一年了 而開始涉入國政 開始涉入國民黨的內部的訊息 這就是盧秀燕的謀算 而現階段國民黨 我也告訴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 我們要證視一件事情 盧秀燕的佈局已經開始了 我們雖然總統選贏 國會沒有選贏 搶救王一川結束 可是我們的戰役 其實現在就要開始 兩年多之後 馬上要進行地方政府的選舉 盧秀燕的挑戰就在這裡 我最後講一下 國民黨是贏到不能再多了 上一屆 朱立倫雖然國民黨內不支持他 可是國民黨的席次已經幾席了 地方政府十幾席 民進黨才幾個縣市 民進黨剩幾個 我們現在就點嘛 屏東 嘉義 台南 加南 高屏 高雄 屏東 加 南 高 屏 四個還有哪一個嗎 沒了 龐虎 五個 我們五個縣市 就五個 我們有十七個縣市不到民進黨手上 所以盧秀燕的盤算現在圈內全部都知道 已經也不是秘密了 但是他怎麼樣能夠比竹立倫行事還多 而我們民進黨我們要好好的執政 未來我們有機會絕地大盤工 新北侯友一任期要到滿了 宜蘭林之妙任期到滿了 台北桃園執政的狀況好像也普普通通 台中執政也到滿了 所以只要大家努力 我們好好讓賴欣賢好做事 用執政的滿意讓大家信賴 那我們就有機會 可以 台中我補充一下 我們現在在討論盧秀燕 像不像 上次縣市長選完在討論侯友宜 一樣啊 當時不是侯友宜無敵嗎 對 無敵 侯友宜您交往失幾萬票嗎 有多強嗎 對不對 藍綠通吃嗎 連那個新北綠營的里長都支持侯友宜嗎 我們現在討論盧秀燕不就是一模一樣嗎 一模一樣 但是只要上了全國的戰場 你覺得會不一樣 討論到國家的議題 盧秀燕沒有那個能力啦 所以大家也不用緊張啦 剛剛冠廷講民進黨執政就那幾個 盧秀燕如果操盤縣市長選舉 他就只能抓下這五個啊 那他如果執政的十幾個 被民進黨抓下兩個 黨主題就下台 他就大敗了 總統就沒了嘛 所以盧秀燕的個性 我跟你講盧秀燕的個性 他會一直躲的啦 盧秀燕不想講話的時候 媒體一句話都問不到啦 盧秀燕很會躲的啦 所以他也會判斷說 接下來他有沒有辦法拿到 這個嘉義縣 台南市高雄市 屏東縣跟澎湖縣 如果他拿不到這個黨主席 他也不會去接啦 不過盧秀燕的確在這一次的選戰當中 看起來是極為賣力 因為你知道全國的投票率是71% 但台中衝上了76% 而且盧秀燕的子弟兵 其實多數都是上的 成功的翻轉了台中藍綠的板塊啦 然後呢 但是他這麼的努力 在那邊浮選把自己衝到一個 現在國民黨裡面最大 最具分量的共主這樣子的位置 但是呢 不好意思啊 喉召沒有沾光 也就是說我來浮選的時候 我是浮選這些小雞 你們這些喉召 不好意思 我的出力就沒那麼多 那這個喉召如果選得差的話 對於盧秀燕出現才是一個 絕佳有力的這個機會嘛 所以這個盧媽媽也是呢 精打細算耶 這不是就是侯友宜 當時跟韓國瑜的關係 不就一模一樣嗎 對 沒錯 那個算盤播的可是精的咧